你好 哈囉 哈囉 喂 放下手啊 不要再放錯重點啦 歡迎收看 大家好 姐妹 歡迎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點氣 就是有時候你做一件事情 但別人放錯重點 就覺得 重點不是在那裡啦 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你看 我們之前聽到那個誰說啊 小獅是不是說過 不是小獅 那個慧穎 慧穎說 他說如果在泰國啊 如果發生車禍的話 大家不會先去關心 有沒有人受傷 有沒有什麼人這樣 對 大家全部會圍起來 先看車牌幾號 對 或是看地上有什麼樣的形狀 然後解讀它是幾號 或是那個人堂的姿勢是怎麼樣 對 就是放錯重點啦 然後他們要依照這些號碼 去買樂透 對 搞不好就可以改變他們一生 這一場車禍改變別人的一生 這個是我們的 唯一的夢想 唯一的夢想 他現在還領 就是覺得很OK 不解車禍喔 我們有人家在車子生小孩 或者是哪個和尚辭調的 我們都會去看他幾歲 然後就去簽 放錯重點 你看人命比買樂透還要韓蘭的重要 對 對不對 所以各國人其實都有的時候 放錯重點 對 我們現在好好來討論一下 歡迎大家 來 今天有的大重點來 就是我們艾榮出寫真集了 謝謝 艾榮出寫真集 所以這種服裝聽說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對 就是可能我平常不敢穿的 然後都會在裡面 來 好 可以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是我第一本的實體寫真 然後《情皇天人大師》幫我拍攝的 可能也是我這一生 這是唯一的一本 真的嗎 為什麼是唯一一本 真的喔 因為我現在覺得 很辛苦 只是想要記錄那個體態 在最好的時候 因為之後可能沒辦法那麼瘦 可能會比較胖 你有沒有最喜歡自己的哪一套 或者是哪一種風格 自己哪一套喔 我喜歡的就是 這個這個這個 來啦 泡澡系列 泡澡系列的 對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背的部分 哇 這個寫真集 現在已經可以買得到了吧 這個負面很省 哇 這個國中應該也會贈你的粉絲團 對 都會都一一的看耶 都會都看 我看起來 不是 我是為父親 我是在幫祖雄翻 因為老婆懷孕最近她辛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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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是女兒了 我先看一下 女兒大概會什麼樣子 她的成長過程 對 你看這兩位就是標準的放錯 放錯重點 放錯重點 等一下你怎麼沒有穿 打舒服來啊 打舒服來 這尺度太大 可以嗎 可以啊 不要太快 OK 好 我們因為好好支持了 安在你身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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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放錯重點的幹事 真的 人家出寫真集 一直在關心人家衣服怎麼沒穿 沒錯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台灣人很常 在什麼地方放錯重點 那 就 我身邊有一個女性朋友呢 她常常會來跟我抱怨說 啊 Kevin 我一直找不到對象 找不到對象 欸 欸你明天要不要陪我去 就是拜月老 好啊 她說 好 她整個流程都就是清清楚楚 需要就是準備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是每次都買很多東西要購付給月老 可是她本身 她人 就是 不太照顧自己的 的外表 然後就是常常不會去 出去認識一些人啊 加入一些社團啊 我就常常跟她說 我跟你說 你就多出去認識一些新朋友 欸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不是 就出去一些認識新朋友 這樣子 你的桃花才會變比較晚 但我覺得Kevin 你也放錯重點了 是嗎 他是喜歡你吧 對 你不覺得嗎 對 他就是在約你 而且 我也很想說 我喜歡巴西人身高幾高 然後你都沒有發現 所以他今天的朋友本來是氣魔 因為他每次要去拜月老 一定要叫我去 就是 放錯重點了就是你吧 他就在拜你啊 他就在你啊 講成怎樣 真的 你真的是 他也放錯重點 對啊 如果找我的話就是真的要去拜月老 找女的話 可能我比較恥對一點嘛 對 是 是 真的 真的 你也放錯重點了 對啊 但翰蓉你會去拜月老嗎 我就是一個很愛拜月老的人 因為 你還需要拜月老 我剛剛跟他講的例子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就是沒有遇到好的對象啊 因為身邊也很多朋友都會跟我說 欸他們去拜月老 然後很靈啊怎麼樣的 但是他們說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條件都講得很清楚 細節要講得很 我跟你講 早講一個就很可怕囉 就是會差很多 所以你帶了一疊文件去嘛 我沒有帶我全部都是騎在腦袋裡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很freestyle 就是現場 然後我就大概在月老面前 站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從 把所有的條件都講清楚 對 從外在 然後他的個性 然後我希望他的工作是什麼 然後就是各種 我喜歡 比如說喜歡他怎樣的打扮 然後我就講得很清楚 我就講了半個小時 那樣 然後男生都逃光了 平常都逃光了 雖然還沒出生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慢慢再挑 就是可能慢慢 對 在慢慢挑 你真的太嚴謹了 你真的太嚴謹了 為難月老 為什麼 連打扮都要 雖然它沒發生 但是你看那個月老廟有沒有 它是不是有很多人回去還願 對 超多的 因為珍拿還是有它一定的效果 我那時候是去那個台中的樂成宮 對 台北就有啦 我知道好像狹海城 狹海城廟 很有名啊很有名 有啊我就是北部拜過 然後再去中部啊 所以北中南 就差南部了 還差一個 妳有這麼難求喔 有 我覺得很難耶 就是常出現的對象就是很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會抽出月老 加油 我也很喜歡拜月老 而且我是覺得我每一次 我不只是拜男朋友 我也問他 這個男朋友好不好啊 或是我會我跟他有未來嗎 然後他每一次都講得超級準 對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努力 你要努力 我要一把五 我要從南方過來 緣分啦 都不用拜月老 都有老公三個小孩了 你幹嘛 你是戀愛大師啊 你不是戀愛大師啊 你是戀愛人 你是戀愛人 他是戀愛大師的 我覺得台灣人還有更 我想不懂就是 過年的時候 你們幹嘛要去做頭髮 這件事情 過年不是要準備過年過節 要打掃嗎 要大掃除啊 要去買啊 拜拜的東西啊 準備要快樂過年對不對 對 可是很多時候 不是很多時候 每一年的過年 就是 就是大 大排長龍 長龍 大排長龍 預約不到 預約不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就很氣 就是有一次 我想要去 剛好又過年要去剪頭髮 是 你看我還想說 我要先打電話預約 就打電話去 我等一下要去剪頭髮 你只有剪頭髮 不行喔 因為現在過年過節 我們沒有接 我們只能燙更燃 比較貴的 對 單價比較高吧 我說哇塞 現在的過年過節 就是還有挑客人 我會覺得過年過節 你們幹嘛要去燙 去燙頭髮 不會 要把自己弄得 潘潘潘潘的 好過年啊 對啊 因為我們 平常都可以啊 因為台灣有一個習俗 就是我們農曆過年 我們要除舊不新 所以我們要展新的面貌 去一些新的一年 然後再過年 因為我們的過年的假期 會比較長嘛 那在那個期間 不能去剪頭髮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說法 就跟發 發財的發 其實音是一樣的 那你去剪頭髮過年 可能把你的發財的那個運 就剪掉了 所以要在努力過年之前 你先把它結束 不趕快 對 我每次都去過年的 過年去剪頭髮 你是不是覺得要奠儀 你嫌棄子吧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過年 其實我們都有初一 真的嗎 哥 對啊 因為我們初一要做什麼 初二要回娘家 初三什麼 初四初五 都有既定的行程 對 然後哪些事情不能做 哪些事情可以做 對 所以你已經到了沒有 唉 我沒有錢啊 所以我們過年前 都會把自己那種 漂漂亮亮的好過年 對啊 讓這個年可以除舊不新 漂漂亮的去迎接每一個人 對 迎接財神啊 而且別人家拜訪 也會覺得 你這個人好漂亮 好體面 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所以這個不是台灣人 搞不清楚狀況 沒有 是你搞不清楚狀況 對 沒錯 而且過年的時候 他們分秒必爭 他們進來就是要客人 要接大單 他們不會給你剪頭髮 好 蔡你覺得台灣有什麼 台灣人放錯重點就是 賣房子 房地產這個東西 因為 不管怎麼樣 唯一一個問題都是 瓜仔 多少錢 對 我買了多少錢 當然啊 然後趕快算幾拼 多少錢 對 美國人不會這樣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非常的重視 就是有新人要搬進來 我們一定會問很多問題 這個人來自哪裡 這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職業是怎麼樣 他們是年輕夫妻兩個 有沒有小孩 有沒有狗狗 這些不是都去護這個事務所問嗎 你問他 他們是夫妻還是有小孩 關你什麼事 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 對 因為以後這個人就當你的鄰居 對 他人怎麼樣 會影響很大 你的生活 對 比如說我父母有個房子 在郊區買的房子 有草皮很漂亮 左右有鄰居 很好 很多年相處如意 沒什麼問題 後來啊 這個房子 有一個是賣掉 然後新進來的人 看起來不錯 有小孩 有狗狗 可是那個人有潔癖 我父母跟這個鄰居有一棵樹 然後那棵樹很高的 秋天會落紅葉 對不對 可是椰子自然會到鄰居那邊去 他會跟我爸爸抗議 抱怨 那是你那棵樹 你看 那麼多椰子到我的人子裡面 都是我自己要掃葉很累 那我爸爸怎麼辦 對 所以這就是壞鄰居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別人賣 我們都會問人家買多少錢 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人家買多少錢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應該要關心他們的職業 對 他們的生活水準是怎麼樣 因為以後那就是我 搞不好長期的鄰居 好的話多好 很美滿 因為我們問他買多少錢 才知道我們現在目前房價怎麼樣 沒錯啊 這才是我們沒有問題的重點 我們要賣掉我們的房子 我們可以搬啊 對啊 我如果要賣 我一定要賣的比你買還要貴啊 價錢太容易查到 你就去那個叫什麼房仲 哦 上網查一下 對啊 我住我現在的房子 已經住進去差不多五六年 是 鄰居還問我 你買多少錢 煩不煩啊 去蛤蟆對不對 已經住這裡那麼久 你現在 對啊 你都沒有說 歐陽山你身體好嗎 今天很漂亮的 欸 買房子刮著 沒有 其實他 其實他問你身體好嗎 你在關心你的房子 哦 另外一種關心 另外一種關心 你們很 成本身耶 美國人覺得台灣人 擺錯重點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台灣人會放錯重點 就是錢 我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在我們群組裡面發說 他剛剛結婚沒多久 不知道要包多少紅包 給對方的父母 怕包太多的話 那就是覺得 虧錢 而且超過自己的能力 比較 包太小的話 那個臉又掛不住 所以問我們要包多少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們會覺得說 你要孝順你的父母 你的關心是應該是 平常 你就給他一個電話 或者發一個訊息 而不是一年才一次 然後就是用那個紅包 來當決定 雖然錢也是真的非常重要 可是我是覺得 除了錢的另外多關心 才是重點 所以不是說 你的紅包裡面包多少 是你平常怎麼對待你的媽媽 你的爸爸 到後來他有答案了沒有 包多少 他說一萬塊 而且是看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就是沒有賺多少錢 你就為了就是朋友跟朋友 你包你媽多少錢 然後自己又想要學別人 那這壓力不是很大 所以你覺得關心應該是 三百六十五天 而不是那天的那個紅包 對 每天都可以 問他 假如你在幹嘛 其實我覺得對父母來講 已經很夠了 對 一天一個 關心比那個金錢還來得多 對 沒錯 我們台灣人放錯這個重點 對 但是講是這樣講 有的時候對於長輩 那個紅包的數字 他很在意 對 像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真的很窮 那我要包給我岳父岳母 我想說慘了那怎麼辦 那自己都沒什麼錢 房貸一大堆 那怎麼包呢 我就一開始的時候 包了個六千塊 被獎一輩子 哇 其實很大耶 我以前啦 年輕的時候就六千塊 因為我知道 應該要有六千開始 最少要六千 一個數字 然後再變八千 後來包到八千之後 偶爾上節目還會調侃我一下 我說 他從來沒有漲過價 所以 長輩壓力會很大 真的 如果有兄弟的話那更可怕 你哥哥包多少 你包多少 會比較 青年六千喔 好啦 OK啦 要不然有莫名的壓力 還要恭喜祖雄 恭喜 就是太太懷孕嘛 那我就覺得懷孕這件事情 台灣人也擺錯重點 一般來講 如果太太懷孕都會收到恭喜 對啊 但是我其實在求婚的時候 就是前陣求婚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來警告我了 我們求婚成功的留言下面 有很多 大概三個人吧 都台灣人講說 恭喜你要結婚了 但是千萬不要生小孩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 都會對於生小孩 感覺壓力很大 恐懼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最誇張的就是 我們去月子中心 去那個產檢的時候 檢查出確定懷孕了 然後那個櫃台小姐 第一句話 居然是問我說 這個小孩你們有要嗎 蛤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誇張 我其實當下有一點生氣 怎麼可能 對因為這個對我來講 是很開心的事情 台灣會這樣問嗎 他可能覺得你們兩個看起來 很年輕啦 有可能 但是也因為這句話 我會側面去了解說 好像很多人懷孕 都會在考量這方面的問題 是不是 要不然他不會這樣子 他是脫口而出 講說恭喜你懷孕了 那這個小孩你有要嗎 因為育兒壓力蠻大 可是不太會去問你孩子要不要 對 這個很誇張 普通人都這樣子 所以擺出重點是因為說 懷孕的話 應該是要恭喜才對 對 而且我從結婚開始 就有很多人一直來警告我 不要生小孩 真的 我生小孩 小孩產生痛苦一生 哇 沒有這種事啦 小孩生生 幸福一生 可以可以 那是酸民啦 那個不要理他 亂講 你問過來了 有小孩是不是很棒 非常棒 甜蜜的負擔 對啊 你看越來越瘦 你貝茲接下來的動力 就是因為小孩出生 開始不一樣 真的會不一樣 但我們剛剛走出棚 你看到祖雄的時候 你不是在說 能多歲就多歲啊 你有很辛苦耶 他現在要給我說這些鬼話 然後我說 他說我們離黑夜子中心了 孩子留在那邊 沒問題 然後先上節目 再跟我講這些 然後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祖雄跟你講 你以後去運動 默默的去 你看 最好就是我們在外面 換完衣服再回來 你不要 真的 他還給我一個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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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如果回家的話 不管過得多爽 都要裝作一副很長 你為什麼要這麼 這麼這樣子 真的 你送面人的意思 改天聊 然後每天去跑步對不對 會運不容易 對 然後每天去跑步 好久 那你老公姐 你老公跑三天 一樣也一樣 都一樣 跑三天 哈魯你覺得台灣有什麼 擺錯重點的地方 我覺得滿 我對我來說滿在意 現在台灣人的那個 使用SNS的 使用的方式 嗯 就分享SNS上面 就自己人生很開心的事情 就當然可以分享就OK 但是有時候 不能分享的東西也有了 那我覺得台灣人 是什麼都要犯 所以就 我上次 我上次有一個那個 跟台灣人的朋友 一起去餐廳吃飯 那那個店長 跟他的家人 是非常的熟 然後那個店長 跟我們招待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當然很開心啊 但是那時候那個家 家人的那個小孩 就要拍照片之後 就要放SNS方面分享 那就分享之後 就他有講 店長今天招待這麼多東西 這是不能講的 因為對店長來講 這個是實際上 就私底下要招 對招待給他的東西 那如果有人就會知道 那他下次來餐廳 一定要跟店長要求 我聽到那個 裡面有什麼什麼招待等等 然後如果要這個 這個東西知道的話 店長很難很難處理 所以我覺得 有些東西是 當然你自己開心 然後就感謝店長 或是感謝那個對話 就好了 但是不要特別要放 那個SN上面 那個炫耀 我這麼厲害的人 這個部分 我在台灣就滿在意的 重點是要感謝店長的熱心 而不是要炫耀人家的熱心 對 擺錯重點 真的 這真的是一線之間 對 好 然後我覺得台灣人有一個地方 原本台灣人很聰明 但是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奇怪 不是很笨 是很奇怪 像幾個禮拜前有颱風來了 然後南部很嚴重 我就看新聞 然後看到每次就是這樣的畫面 一個人在直播 然後就說 颱風 好大 然後還拿著一個雨傘 對 不是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已經我們大概知道 你就拍一顆書就看到 或是畫面就好了 對 因為法國大部分如果有這種狀況 我們沒有颱風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類似那種很大的風 就看到會拍那個畫面 但是不會有一個人在那邊的主播 然後感覺很辛苦的樣子 還是 他也是傻傻的沒有感覺很害怕 因為通常是很可怕的畫面 所以不知道他們是訓誰 而且很奇怪 他還抖 攝影機都沒在抖 攝影機中 攝影機中 很重 那是一種表演 有時候你看他直播的時候 五四三還沒的時候 他會讚我 一開始他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 全身喝多了 開始了 所以那是我們台灣第一代的實境秀 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 會喜歡看這種畫面 但是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很辛苦了 對啊 到底是學哪裡 應該去日本嗎 日本也會這樣嗎 也有 日本你們也會對不對 有有有 颱風的時候特別 對啊 擺錯重點 應該叫大家不要出門 對對對 然後他自己就去了 沒錯 然後別來觀浪 然後他在浪旁邊 那是我們的實際秀 對對對 對 我也是在前陣子 南部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朋友就是南部人 然後我就看到他 他出來拍線動 有樹倒下這樣 我就說 太危險了 颱風天對你不躲在家裡 他這樣 沒有啊 前陣子很熱 現在比較涼 什麼啊 我就說因為颱風天比較涼 所以要在颱風天出來走走 想出去吹吹風 真的 很危險 我覺得我們很特別 我們氣象局跟我們講之後 就不要出門了 比較安全 真的 台灣也是 就是對地震 我也覺得這很誇張 地震不是說 一定要找個安全地方 躲下去有桌子的鋪頭 我看過有一次也是地震 然後呢 那女的很害怕的那個臉 然後就躲在椅子 那邊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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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害怕 大家還好嗎 這樣 直播還好嗎 他到底在跟誰講話 他前面有個手機機架 他前面有個手機機架 放在手機那邊直播 然後問大家還好嗎 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是有遇到意外的人 甚至應該也看不到你的直播吧 真的 對 那怎麼跟你說我還好呢 那還好的人 然後看你在那邊演 這是我沒辦法形容 我當下看到那個畫面 我覺得那還沒有很可笑 很荒唐 很荒唐對不對 台灣人就是即時分享 對 然後一地震的時候 就很多天王天后 大家還好嗎 對 對 通常我覺得有一點 妳想說是地震嗎 晚上開 有有 我說不用看新聞 開手機就可以了 我有個朋友也是 然後他就是會打出 就是在地震的時候 就是在地震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上網打那個文章 他就會寫 我愛大家 然後就是可能 就變迷書嗎 他是被壓著的是不是 就是 不知道 就想要即時表達自己的愛 然後在天災發生的時候 然後跟大家可能報個平安 所以每次我只要感覺 好像有點晃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想說 不知道有沒有地震 然後就看一下他的那個 IG或臉書 然後就會發現 有 剛剛真的有地震 他真的就是完全很準確的 有時候還比那個通知來得更好 對 那書門根本都還沒跑出來 然後就大概有了 對 真的 有關記者在他也是一樣 就是地震 我第一次 我這一輩子第一次遇到地震 也是在台灣 我那時候在南投 我記得很清楚 我就是坐在 我的那個房間裡面 然後前面的電視開始晃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跟團 然後就衝過去那個 導遊門的房間 我一衝 就是打開門 他們在打牌耶 很鎮定 很鎮定 對啊 對啊地震啊 你們不會害怕嗎 不要躲 不是要躲嗎 什麼的 不要逃嗎 大家都很鎮定這樣子 沒有啊 就是很快就過了啊 對 我們反而覺得 那種大呼小叫 想說你有事喔 幹嘛啊 對不對 來不及 有時候半夜被搖醒的時候 你會覺得現在逃也來不及 來不及 太常遇到了 沒錯沒錯 而且我可能就是 擺錯重點 我是在就是之前那個 新冠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想說 該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就馬上去買了保險 喔 馬上去買保險 然後大家就想說 你怎麼會 就是先做這件事情呢 我就說 沒有啊 因為我就覺得一定會中啊 所以還是先買為妙 真的 不是先防疫 趕快先買保險 第一時間先買保險 結果買對了嘛 有買對了 然後真的有賠了 恭喜有賺到了 對 你們就放錯重點了 真的 那你們國家人 會不會有一些事情 也會放錯重點呢 嗯 雪兒 我是覺得全世界 有搞錯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現在很愛 自己的手機 然後在德國 其實也有一種狀況 就是人家撤禍 然後人家去 去愛看 要嘛是很好奇 就是想要看到實體啊 想要砍到鞋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想要分享 就是他們真的人家撤禍 高速公路車禍 他們真的就是在那邊 就是凱在旁邊 然後下車 然後在那邊看 高速公路下車 連對面車道也會塞車 對 這邊車禍另外一個車道也會塞車 都在看啊 都在看啊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台灣人 德國人現在就是很愛看手機 什麼都要分享 什麼都要看 你看我是第一個人拍到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很北蘭 就是用手機 然後在那邊看 哇 哇 好屌喔 有人在那邊躺著 有一個警察 我們就是在德國 很有名的一個影片 然後他真的抓狂了 他是把人家拉下去 然後說 你看到實體啊 你想要看嗎 你想要看嗎 然後他就是抓他在這邊 然後就是抓他 然後說 你看好啊你爽啊 好慢慢看喔 然後真的抓他到現場 然後給你看啊 你看那個妹妹啊 撕掉了啊 你想拍嗎 慢慢拍啊 他就覺得很 很 有點委屈啊 對啊 然後應該是要多多提醒大家 其實手機不重要 然後 生命更重要 對 生命更重要 尊重彼此更重要 然後多多吃飯 不要換手機啊 對啊 對 然後遇到那種地方的時候 如果經過的話趕快離開 因為救護車要讓他趕快過來 對啊 而且也是要辭者也是 對他有點尊重 對 沒錯 好 美國 好我講到美國一個 比較新的現象 我小的時候不會有這樣 可是我覺得現在因為一般的人 生小孩越來越少 很多家庭就兩個小孩 好 那學校每年尤其春天 他們很喜歡辦一些比賽 那孩子都去參加 可是很多孩子參加輸了 那他輸掉回家 看到父母都說 一直哭了 我今天參加比賽輸掉 所以家長會跟學校反應 怎麼會 我孩子那麼難過 參加比賽怎麼這樣 所以學校想到一個辦法 你去參加比賽 他嗎 對 原來有獎 這個叫做 If you have fun you won 只要你玩得開心 你贏了 他扯蛋了 怎麼會 這個字英文 參賽者 你得獎 真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就沒有了 就沒有 第一名會拿到 可是他獎盃的大小 跟其他的一樣 就很stupid 非常沒有意義 對啊 然後你看 Best at showing up 你人出現了 你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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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了 給你個獎盃吧 對 贏不贏 無所謂了 這好兇喔 You showing up 你來了 你在家睡覺的人好 這又好丟喔 我覺得這個是害小孩 他也是會開心 不努力或是沒有 可是這種輸贏 你從小要培養小孩 就是贏了 真的我們都要贏 可是失敗 你要學習怎麼 怎麼面對 只有賣獎盃的廠商贏了 對 賺錢 賺錢的 聰明 正式的人生 你搭了之後 比如說老闆要給你炒魷魚 你不能說 對不對 對 沒錯 真的 校學會失敗 很重要 我覺得 對 沒錯 沒錯 真正贏家是知道如何輸 好 如果明天你的公司不要你上班 通常一般人會開始有點緊張 對不對 因為就是要從新開始找工作 還有面對家人 對啊 所以就不能太輕鬆 但是在法國沒有這個 問題 對 沒有這個問題 你如果明天說不用去上班 好吧 開始放假 真的 對 真的 老闆會很失落吧 想說我朝你猶豫 你還那麼 對 你就可以開始 以為如果你剛剛是 可能好幾年的工作 你的放假會更久 因為你可以領 征服的補助 但是不想 因為我在台灣沒辦法 台灣也有類似 但是是很短 十億 而且沒辦法一直領 對不對 可能一次 法國不管就是 你每次如果被老闆說 你不要來 就可以領 而且是很久 像我以前妹妹的 妹妹那時候還是學生 所以她有打工 所以不是一般正常的工作 是打工 她大概一個月領了七百歐 她連續好像兩年還是三年 結果結束之後 她不小心 她不知道她可以領了兩年的 就是每個月六百塊 不用工作 六百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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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七百歐 每工作六百歐 兩萬一 所以跟她沒有差很多 她自己也嚇到說 可以領那麼多 所以她就繼續放假 對啊 差一點點 那我不如不要上班 而且你不用去上班 你不用 所以 可是這種的行為 法國人很愛做 所以 會變成你就 那個 對 算費 常常法國人就是喜歡這樣 以前我哥哥也是上班六個月 休息六個月 上班六個月休息 她這樣好幾年這樣 楊小孩也是這樣 好爽 好爽 她跟看江湖牙一樣了 真的 半年休半年了 好開心 但是 開店就是你要自己 一開始賺很多 辛苦一點才可以休息 對 法國不是政府都給你 所以 我現在 如果沒有離開法國 我會覺得 就是這樣 但是我去別的國家看 就是我們這邊努力 就是工作 不會耍飛 不會等政府給我們錢 我覺得這樣法國 繼續下去 我覺得不對 很一樣 頒表拿開 變成旅行表 對 哈囉 OK 我覺得日本最近有一個 發生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日本有一個 很好的文化 是那個 上班的時候要提早到 但是最近有些年輕人就 他的價值感覺 越來越不一樣 然後他覺得這樣就浪費 所以他一定要9點到公司 順時 然後就慢慢地開始工作 然後就開始 提早到的人就越來越少 然後公司覺得這樣不太好 因為明明有一個很好的文化 但是這變成不好的習慣 所以公司有設定 有一個規定 比如說 上班之後 到公司先換制服 才能打卡 那有一個員工覺得不算 然後就他也告公司 日本的法院決定的是 換制服也是算是工作 所以公司不能設定這種規定 公司輸了 公司輸了 然後公司輸了 所以他有前面好幾年 幾分鐘打卡的時間 全部都要賠給員工 賠給員工 老管要哭了 旁邊德國朋友在拍照 我剛剛有點嚇到 因為我有感覺 你覺得這樣子是很好 因為我們德國人就覺得 其實你們日本人的一生 全部都被公司消掉 你們都是要加班到那麼晚 然後老闆叫你喝酒就喝酒 他連前面這五分鐘都不能給你 我覺得亞洲文化跟歐洲真的不一樣 後來覺得這個重點有一個問題 應該公司 如果覺得這個好習慣的話 要鼓勵提早來的人 可能要給他獎勵就好 不要處罰那個晚一點到的人 也是 我覺得公司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那另外員工也是 我覺得告公司是真的有一點風險的 告的話就一定有紀錄 那他可能就下次找工作 有一點可能... 麻煩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有一點 互相小誤會 然後就可能就不好的循環 日本就是凡事就是要求精準 上班時間到了以後就再開始 之前都不算 OK 大家已經知道巴西是一個 比較...治安比較不好的國家 對不對 今天比如說 有就是搶劫 那我們就是要比小偷更聰明 曾經在巴西呢 就是有一陣子非常紅的一支影片 就是...在一個公共車裡面 然後司機停車開門之後呢 有一個就是小偷進來偷手機 然後他進來之後呢 就是先往後面的方向去搶後面的乘客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這位女生 把他原本的手機放在他的腿下面 然後把他一支舊的手機先拿出來 然後等小偷要準備出去的時候 他就把舊的手機拿出來交給他 對 不好...畫面不好看嗎 我們等一下要演一下 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我們來示範一下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好 Ticket 手機 對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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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看...早就準備了你們看 哇塞 就要準備好嗎 所以在巴西是這樣子 對 高招高招 巴西就會先做好準備 因為時時刻刻就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就要帶兩支手機 就是有可能一部是你新的 你常常在用的 阿姨不是舊的 淘汰過的 所以我剛拿出去那支可能是假的 你淘汰過的 壞掉的 空氣 真的 那你口袋裡面的槍是真的嗎 可以借我們看嗎 你是說... 剛剛那把槍 好,我有一個有槍套,一個沒槍套 好啊 好,了解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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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很聰明耶 對 超聰明的 對啊 那他有很多舊手機耶 他有舊的錢包啊 像我自己我在聖保羅開車的時候 我會準備一個舊的錢包 裡面不會放什麼東西 因為很有可能就是 現在在聖保羅上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會有路邊的小偷 他會直接拿石頭去砸你的那個窗戶 然後直接手伸進去拿東西 你人在車子裡面的時候 在車子裡面的時候 就是你紅綠燈停的時候 就是人家會砸你的那個窗戶 直接伸手拿東西 所以我們車上 我習慣啦 我會就是把一個舊的錢包 然後裡面不放什麼東西 把它準備好 放在一個設定好的一個地方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直接把那個錢包交給他 他根本不會去檢查 他拿就走了 他拿就走了 對 他在敲壞玻璃之前 我會說等一下 然後就開窗給他 OK的 我不要為了 這個窗戶 對 這個就這樣 完全是無預警的情況發生 可是這個是很突然 所以現在好像很多 他們都不敢開窗戶 在聖保羅開車 好 泰國呢 珍妮姐 什麼啦 幹嘛他不是泰國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歐陽山他要結婚了 蛤 對 但我想不開 才是結婚 你知道嗎 他是不是懷孕了 蛤 還可以懷孕嗎 還可以懷孕 我相信你 奇蹟用棒 好厲害 你知道你有聽說嗎 他的聘金多少 還要收聘金喔 對 不用再收了 對 你知道嗎 他的聘金我覺得 應該還滿 沒有那麼高 還是滿高的 你覺得值多少錢 台幣啊 對啊 他包給人家嗎 沒有啦 所以你們在 你有看他串通好 要演這一段嗎 沒有 沒有 泰國 泰國就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看到他演 我也想要演 別想演 講嘛 結婚車就讓你來開了 對 聽說結婚不是祝福 是先問拿多少錢 對 才是重點 然後我們聊一聊對不對 他也不知道對不對 姐 你懷孕了嗎 還沒 直接問那個人 對 恭喜你 你要舉我 你是不是懷孕了 就開始八卦 對 然後還有為什麼要問 因為在泰國的 而且我們東北喔 就是 這一家的聘金的女兒 比較高 這一家比較高 這樣子會比較 對 所以就感覺好像 那一種 那一家的面子 好像在賣女兒的感覺 對 那一種感覺 犯錯重點 真的 重點是要 然後以後要信 喔 楊姐怎麼可能結婚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再懷孕 你算做重點了吧 這兩個不太可能 如果你懷孕 你如果懷孕的話 應該可以賺很多錢 對 那邊有很多紅包 對 月子中心都是你的照片 主兄 對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 一條魚 馬來西亞 這條魚叫羅漢魚 我們叫羅漢魚 台灣應該也有類似 就是他的頭一個 滿野家包的 對對對 然後這一條魚呢 不會很大喔 這麼小條 在我國小的時候 一條魚在馬來西亞 可以炒到多少錢 大概 最高的大概有 14萬台幣 一條 14萬台幣 為什麼不就小小一隻而已 就小小一條魚 為什麼呢 小時候我記得我鄰居 家裡都是空的 他家裡是全部空出來養魚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魚呢 他很喜歡刮石頭 他很喜歡身體去磨石頭 碰撞它 所以他身上就會出現一些數字 所以大家就是 去買樂透 所以去買樂透 太多好像喔 對 就是有連續好幾單 那個重樂透的得主 都說他們是從這個魚身上得到靈感 所以從此以後 全國刮起這個養羅漢魚的旋風 所以不是魚很厲害 所以牠身上被刮得很厲害 對 我小時候我爸爸也有 我們家裡有 所以說 所以說如果這隻魚 如果刮出幾個號碼來 然後又有開出來的話 這隻魚就不得了了 對 牠就會被炒 價錢就會被炒高 講的人是自己在賣魚吧 沒有 那時候真的是 全國的一個蜂巢 牠可以活多久啊 牠活跟一般魚差不多吧 就是幾個月幾個一年 你幫我做重點了 我們重點是牠身上的 14萬14萬 如果買回來就掛了 沒有 但是我上個月查了 價格大概400塊到1000塊台幣一條 現在正常價格 因為不準了 因為蜂巢過 蜂巢過 超美的 所以大家跟台灣人也像 就很想中大獎 很想把大財 我們是幫抽重點 對對對 幫抽重點 好貴喔 14萬一隻 香港的話 颱風人 颱風的時候 香港人有一個習俗 我們就會買那個粗粗的膠袋 貼在那個窗戶上面 因為我們覺得 如果把它貼叉叉叉的 或是米製式型的那個玻璃 如果風吹的話不會 它就會集中一點 對 我們會喜歡貼成這樣子 對 跟台灣一樣 台灣也是 這個應該 對 台灣也是嗎 對啊 大叉叉 我們高樓大廈就 比較多啦 我們就是房子可能四十幾層 五十幾層 然後我們大家你看 都是鄰居都會這樣子貼 可是貼來貼去太無聊了吧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變成貼有趣的 這個 這個字 這個字 窯 窯 對 因為反正都是要貼來 這個儀式感 對 然後慢慢會變成貼 哇 這個是準時上班 而且還可以貼老公的樣子嗎 沒有 這個是李嘉誠 李嘉誠 首富 貼成之後就是提醒他 他明天要準時上班 這股市還在開喔 因為他是首富嘛 喔 然後還有有人把它貼成基礎人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個也不錯 還有人把它貼成這個貓 貓 好可愛喔 所以台風的時候 大家要張羅一些什麼 可能食物啊 水啊 沒有 我們另外還會張羅這個 粗粗的塑膠袋 還會有炒價 我說炒價格 就一卷這樣子的漲價 台幣就平常一般應該45塊吧 如果台風貼的話呢 因為大家都現在喜歡貼成這樣 對 它會漲到可能大概 兩百塊一千 哇 好可憐喔 牛皮膠袋 對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 喔 台風來了 趕快要去買膠袋 買什麼 不是 是買膠袋 因為要貼成這樣 跟您去比 這個天災 這連天災都擺錯重點 不會去搶菜啊 菜也是會搶 什麼都搶 這現在最新就是搶牛皮膠袋 搶膠袋 好神奇 所以其他國家會也遇到天災的時候 會遇到幫助重點的事情 在美國 會 美國 美國每年我們說颶風 一般來說 常常會碰到佛羅里達 好 那那邊的老百姓 他們很習慣 每年有颶風 那假設說那個是到了三級以上 會有政府來宣布 就是要什麼撤離 然後他們怎麼樣 你看這個都已經是用了木頭盯起來 其實這裡面 他給你看走這個方向 到裡面都是那個酒吧 對 斷電沒有關係 他們都有那個發電機 對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 好玩喔 颶風派對 颶風派對 對 可是事實上 對 然後也會有人做海報 就設計這些海報 來吸引人 這個警察不會去抓嗎 危險 所以在美國我們叫做 Evacuation Order 聽起來是命令對不對 是什麼 撤離的命令 對 但是政府是沒有辦法強迫你 所以他們就勸你出去 結果很多人不聽 那最後警察沒辦法 他叫你 你把你的名字寫在身體上 為什麼 因為颱風過後 我要來收拾你的屍體 我就可以 怕你是無名師 我就可以 比較好確認屍體 這是歐陽山 你的名字會在你身體上 其實他們這樣做也是要嚇人 然後這些人他們覺得 我們是老佛羅里達人 就比如說台灣人 Local人 我們不怕地震 就是一樣的心態 對 我們怕 我們只要輕重 我們會自己分辨 我們很淡地 而且美國人一定是 來 你什麼名字 來 我幫你寫 還很開心 那個嘻嘻哈哈這樣 美國人一定這樣子很好 對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會不小心放錯重感 對 但有時候真的會傷了別人的心 可是我覺得以天災來講的話 真的就是好好防災 如果颱風天 颶風 真的不要去外面亂跑 比較安全 OK 繼續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好 希望你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唷 謝謝你